那我剛剛 這個是資料庫的快速分類 剛剛的另外一個是這個快速分類工作表 這個是完成的程式 嘛 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選起來 Ctrl C Ctrl V 不過如果你從這個模式C Ctrl C Ctrl V 好像會變成有多一個什麼段落 好像變多很多段 所以你可以按開啟 雲端上開啟 然後再參考一下 那如果你初期實在做不出來 你可以把我剛剛做的 因為這個是我完成剛剛的那個畫面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可以跑得出來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至少可以跑得出來 比較有點成就感 不然怕如果沒有成就感會覺得很灰心 好 那如果實在是 你覺得 今晚還有 我最後完成的檔案 我也把它傳上去的 就是這個 這這兩個好像都是 你可以把它開起來之後 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跑了 就是這個 然後直接你把它點 點擊 按確定就可以直接跑了 沒有問題的 好 這個是最後 完 Final的檔案 我也把它傳上去 然後還有那個 那還有那個 SS的資料庫 跟這個 BS是模組檔 你可以用賄賂 匯出有沒有 我前面好像有 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你們可以把這個模組有沒有 我是把它匯出 匯出之後呢 改成問題 久 你也可以用匯入的方式 也可以匯進來 參考都可以 很多種模式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有提過 就說大量的資料 假如說 你要把它改成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那資料庫的部分 基本上在第三個畫面 其實 資料 就算了